为集中力量做好航空口岸的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 经批准自3月25日零时期 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港澳台的进出港航班业务 并将虹桥机场此前所有国际港澳台航班转场至普通机场业余 保留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班备驾功能 通过联防联控机制 上海市各相关部门及海关 边检 机场 航空公司等单位 以研究落实保障方案和操作流程 协同做好转场准备 保障航班转场工作有序顺畅